除夕前一阵狂风席卷仪保陡华新村 导致多所民宅屋顶被掀翻 现场是满目疮痍 约日风灾的杀伤力强大 直到目前为止 当地居民还在和救援及志工团队忙着善后工作 对于有民众投诉 霹雳州政府给以的300令吉援助金 根本就是悲醉车薪 霹雳州务大臣拿都次里沙拉尼坦言 不能赔偿所有的损失 只能尽力协助 而州政府会委任承包商 协助修补房子的损毁结构 霹雳仪保在除夕前遭受风灾侵袭 斗华新村和附近一带的400多所房屋被大风摧毁 现场一片狼藉 而马华霹雳州志工团从除夕夜起 就动员上百人协助善后 时至今日依然还没完成 可见风灾杀伤力有多么强 其中一名受访居民表示 他四年前因为白蚁入侵 装修翻新住家 如今这阵狂风说来就来 把家园毁不成形 上万令吉的装修费 更是随着强风一起化为乌有 志工团指出受风灾严重破坏的房子 大概有30多家左右 而小型破坏的房子则大约有400户左右 对我们就从年28年29的团年饭 我们的团员也牺牲了以家人的那个团年饭的时间 我们都一直留守在这个大会堂里面 甚至我们在这个最严重的这一区里面就一直在活动 直到今天为止一共是五天 风灾来袭居民无奈感叹 如今看着满目疮痍的住家 但是修缮费用就让他们倍感头疼 而居民也说霹雳州政府给予的300令吉原住金 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对此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拉尼坦言 州政府是不可能赔偿所有损失 能做的也就只是尽力分担 所以我们的帮助我们是300令吉原住金 然后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然后拿马也会给予1000令吉原住金 拿马也会给予1000令吉原住金 因为拿马也需要数据和数据正确 所以对于我 我们没有能够改变异弱 我们只能够帮助 沙拉尼说如果建筑材料齐全 相信维修工程能在星期二或星期三启动 而对于实际受影响的灾离 是否超过官方之前公布的219户 他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但还需要再向县长了解情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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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